日月聚焦,新作话题 嗨,大家好,我是占星师苏菲亚 在节目开始之前 要请大家帮我们开启订阅小铃铛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持续做好节目的动力 今天要来带大家做一个有趣的测验 大家都知道3月8号是我们很著名的女性朋友女王节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测验就是 来看看你的女王力 你是哪一种女王 那么在我的桌上呢 你可以看到有4张牌 我可以建议大家哦 你可以呼吸一下 然后呢,闭上眼睛 想象自己呢,被金光笼罩着 然后头顶上有一顶黄罐 好,你要确定你有这一个心灵的印象之后呢 打开你的眼睛 然后看一下我们这4张牌 你觉得哪一张跟你的频率很接近 我们就来选择,好吗 所以这个重点就是啊 我们要先相信自己是女王哦 那从我左手边开始 1,2,3,4 来做编号 1,2,3,4 来看看大家选的是什么牌 好,我们现场已经有人在选了,OK 好的,让我来为大家揭晓 好,我们第一张牌 权权女王,恭喜你 权权女王啊,它基本上代表的是火象的元素 所以呢,你本身的个性一定是充满了一种热情 勇气跟斗志的色彩 基本上你的女王的魔力啊,就在于热情跟欢乐 还有相信 你相信你自己可以做到什么 你就可以 那么基本上呢,这张权权女王牌呢 它比较倾向包括了像牡羊啊,狮子或射手座的能量 所以如果你本身就是这几个星座 那当然它就在讲你的个性了 如果你本身不是 它就在告诉你 其实你的内在有一把强烈的热火啊,在推动你往前走 那么抽到我们这张权权女王牌的朋友呢 它其实代表你最近或是今年 很容易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在你手上 权权,老板给你的 或者是长辈给你的 家族给你的 你自己给你自己的,好吗 所以呢,这张权权女王牌呢 就告诉你,今年你的领导力 或者呢,是感染别人的热情力是非常棒的 同时呢,这张牌啊,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呢 这个权权女王它本身带有一种很有大的魅力 像火一样的热情 所以也代表你今年的魅力十足哦 或者是也许你今年有不错的感情关系 或是性关系哦,可以好好把握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感受到你这股力量怎么办 告诉你一个,开启内在权权女王魔法的方法 就是呢,今年要多多晒太阳 多接触温暖热情的东西 好事或贵人呢,往往会在东方哦 大家可以留意看看 再来我们看到第二张牌 圣杯女王 圣杯女王呢,是非常感性柔情的 它可能是女神型的这种女王 或者是妈妈型的那种女王 跟之前这个权权女王不一样 权权女王比较像领导者,像个明星 它比较内敛一点 但是它拥有非常强大的这个渗透力感应力 通常你抽到这张牌 如果你是双鱼座啦,巨蟹座啦,天蟹座 它就在反映你那股能量 或者你本身就有感知别人 洞察别人的能力 有一点像灵媒哦 那当然呢,你的优点也可能是你的缺点 就是你太容易感受到别人的情绪了 你也可能太容易为了自己的情绪而困扰 甚至被别人的情绪绑架 所以呢,在今年啊 如果你抽到圣杯女王牌啊 你的魔力就是如何发挥你的感性 去感动别人,去关怀别人 往往你不一定在第一时间可以影响别人 可是啊,只要跟你相处久了 大家会拼你的 那么你自己要去设定的是呢 一个边界,一个结界哦 就是什么事情量力而为 刚刚好就好了 才能避免呢,太过的付出 然后呢,被别人影响哦 那么今年 如果你想要启动加强你的女王力 我会建议你啊 平常多喝水或者是多接近 有水的大自然 当然保持身体皮肤的这种水润性也非常重要 你的好事或贵人呢 往往会在北方哦 请参考看看 再来我们看到第三张牌 登登登 金碧女王 金碧女王基本上啊 就是一种贵妇型的女王哦 好,它呢,可能包含着金牛座 处女座 摩羯座的特质 或者是 非常务实的特质 抽到这张牌的朋友 恭喜你 你有很棒的感官能力 你知道什么是美的 什么是好吃的 你有那个鉴别鉴赏力 通常你也可能呢 比较会存钱 会赚钱 或者是会买东西 会享受 所以啊 这张牌 它在告诉我的是 如果你是金碧女王 你的那个魔力在于 你可以让你的生活经济有条理 而且很丰盛 不用担心没钱 不用担心吃不好穿不暖 但缺点呢 可能就是 有的时候你太容易 受到这种物质的影响 就有点像那个 冰原力险记 有没有 那个一在追逐那个粒子 你很怕钱不够用 你很怕买不够东西 这个可能会为你带来 一点小困扰 但是不用担心 今年啊 很重要的就是 你呢 一定能够在你的生活领域里面 建构好一个安全感 更重要的是 这张牌也在提醒你 今年你一定要在 某一个领域里 不管是家庭 或是财务 或者是事业上 要独立自主 因为你很可能啊 平常会习惯 要依赖别人 或者是被别人依赖 今年啊 要有点创新 要有点独立哦 那么如何开创你 这个金币女王的魔力呢 我对你的建议就是啊 你今年要把重心 放在你的感觉上 别不再思绪啊 比方是呼吸啦 或者是保养身体啦 运动啊 吃好的食物 新鲜的食物 对你是有帮助的 再来呢 如果你要开启你的内在的直觉 我会建议你多接近大自然 你非常适合脚踏实地 接地气 就是感受那个大地的力量 相信你会在里面 得到一个内心的安定感 最后我们来看看 第四张牌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宝剑女王 宝剑女王呢 有点像侠女哦 或者是有点像一个 法官型的女王 它包括了像双子啦 天秤座啊 或是水瓶座能量 当然也许它是你内在的另外一面 抽到宝剑女王的朋友啊 你的头脑真的很灵活 或者是你对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 很容易批评 分别 或者是平派 那么这会带给你的好处就是 你在学习力思考力上特别强 往往能够成为专业型的女王 比方说 我最近想要做什么东西啊 我不知道 我就想问你 或者是你在一个事业里 在家里 大家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一定会请教你 但是呢 可能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呢 宝剑女王它其实是有一点高冷的 你的内心是热情的 但是你会为了要保护自己 就像宝剑一样 和护卫自己 所以会给人一点距离感 那么今年我觉得呢 宝剑女王可以适度的放下宝剑 我们多跟别人接近 接近不见的是要培养感情 而是你可以多听听看别人的想法跟立场 因为很多时候呢 你可能太有自己的想法 太有自己的立场 以至于你不够了解别人 或是别人会觉得你不好亲近 这就会为你带来一些小小的阻碍 事实上抽到宝剑女王的朋友 今年啊运势是很好的哦 但是呢 好的运势往往带有责任 比方说你想赚钱 那你要牺牲娱乐 你想要争取事业的发展 你要举手来争取当主管 或者是说你想要爱情 你要花时间去认识朋友 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 但是今年宝剑女王可以 你的魅力在于你的头脑 所以不要在乎你长得好不好看 基本上你觉得你自己好看 你就会有很棒的魅力 那么如何让自己发挥宝剑女王的这种魔力呢 除了多阅读啦 或是多听一些别人讲的东西以外 我们今年呢 可以多到户外走走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我们可以适时的擦一点香氛 会让你的这种聪明 伶俐 有魅力的气质展现出来 你的好事跟贵人呢 往往会从西方出现 所以不妨可以留意看看 以上就是我们针对四种类型的女王做的分析 希望在今年呢 能够帮助大家都找到或成为 自己真正应该成为的女王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 也计划 直播剧行人员